在百物腾长的后疫情时代 开源节流已经成为每家每户的生活常态 公正党主席拿都斯里安华今天在党代表大会上 建议政府向年利润超过10亿令吉的棕油公司 征收部分利润用来资助B40低收入群体 他表示除了国油公司Petronas 需要资助许多亏损的大公司之外 森纳美、IOI等公司年利润收入都远远超过这个门槛 只要将其中10%到15%的金额用来补助低收入群体 就能让民众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棕油产品 减轻老百姓的生活负担